山陀台风它的路径真的是诡诀多变 从台风警报发布 到它真的登陆台湾的期间 这间隔长达了四天又四个小时 创下了最久的记录 同时呢它也是有史以来第一个 十月份从高雄登陆的台风 风力跟雨量都非常的惊人 不仅是重创了高频 也对这个台湾的东半部北海岸 带来剧烈的降雨 气象鼠呢 以十月三号上午八点到四号 清晨五点的红外线色调强化云图 来制作成影片 好 透过影片呢 这个影像是记录清晰可见 山陀儿台风登陆前呢 它的环流结构很扎实 暴风圈云系笼罩南台湾 登陆之后呢 虽然它的强对流 还是维持了一小段时间 但是由于缺乏带动它 离开台湾的导引气流 再加上陆地的环境跟地形 不利台风的维持 那么台风的结构变差 强度呢是逐渐减弱 云图可以见到 这个台风的云系 是越来越松散 就在昨天清晨五点多 它降为热带性的低气压 并快速消散 在高雄有一所私立的高中 教室被山陀儿吹飞了 那个天花板通通飞走了 一秒变成了露天教室 另外一所学校的宿舍 这个则是灌进了大量的雨水 跟泥沙变成了水乐园 现场的最新情况 我们连线给记者黄世云 好了主播高雄一所私立高中 在山陀儿来袭的时候呢 把教室吹到变成露天教室 而且是直接开天窗 我们来看一下当时状况 可以看到教室里面 一抬头就可以看见天空 教室是一片狼藉 真的惨不忍睹 另外所私立校园的学生宿舍 走道也喷进雨水 住在宿舍里面的学生 真的很狼狈 而且冷气窗口呢 狂喷雨水和沙子 宿舍变成水乐园 那高雄呢 这个市区街道也满目疮痍 山陀儿造成这个路数倒塌 广告招牌毁损 甚至建筑物毁损 出估呢超过3000件 恐怕要回归正常的状态 还需要恢复的时间 以上是目前最新 先把镜头交换内 山陀儿的外围环流 重创了新北市金山 万里三只淡水等等区域 那么最新消息 传出了不幸的消息 金山有一对受困在 潭子里头的这个夫妇 外出的时候遭到暴涨的 溪水冲走 今天早上找到人的时候 已经没有生命迹象 新北市长侯友宜 一早到了现场来 堪灾的时候 他也表达了难过和痛心 金山老街 在昨天短短的12个小时 就下了527毫米 那24小时下了625毫米 可以讲是一个超大毫米 那也是近三几十年来 变对了这一套更大的灾情 那我们昨天在下午1个时间 就在应变中心同学整理的时候 也只会是全境是非常 变对除了老街机 淹水的灾情以外 与同时也收容安置了私生 更重要的在昨天晚上 我们被呼呼一直在10年 到了早上刚刚7点钟的时候 找到的时候 因为他在坛子内 受到是谁爆炸 然后外出不信被冲突 那我们找到的时候 已经够好了失去的生命 那这个非常的难过跟痛心 同时老街在昨天晚上 我看了以后 那今天一早 明天7点钟全部冲动的人 帮助老街灾后固定 让老街能够成功成绩 今天有不测风雨的时候 大家做了很多的议判 到最后结果未必是流水 面对天灾 我们都会潜移以赴 潜移来事先能够做好预防 才是最好的 而当然在预防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会潜移的 在整个过程当中 如果有灾害出来 我们会潜移的抢来跟救灾 其实从昨天开始 新北金山万里下起了好大雨 持续到晚上 导致当地有四间中小学 接近200名的师生 他们只能留校过夜 而就在今天早上的7点40分 国小的学生 通通已经由家长全数接回了 金山高中的46名学生 则是已经全数是搭车返家 稍早空拍画面 可以看到台俄县 滨海公路金山路段 停满消防车辆 因为道路两旁整个激烟水 房屋全部泡在泥水里 放大一点看 还能看到警校人员 涉水拉着橡皮艇 将屋内泡水的民众 先暂时救出 四日午后 北海岸金山万里等地区 开始大雨不断 一直持续到下午五六点 导致当地多处激烟水 而由于四日双北正常上班课 因此为了确保学生放学安全 当地包括宗教国校 金山国校 金美国校 金山高中等四校 晚间将部分师生安置于校内 所幸激烟水 在晚间七点左右 组建消退 家长也赶紧趁着空档 将孩子接回家里 但累计到晚间十点五十分 四校还是有六十八名学生 一百一十五名老师 留至学校 两三个小时内就下来 来做公司 所以我们的这个溪流 包括黄溪 清水溪 其实是全部都爆满的 而激烟水消退后 有些机车倒在路上 到处都是淹水残留的泥泥 金山老街附近的店家 也拿着沙把开始出来整理摊位 就是希望能赶在今天周六假日 正常开店营业 消息最新画面提供给您 受到这个低气压 东北季风等等因素的影响 新北市金山区四号 降下了惊人的雨势 光是一天 单日的累积雨量 甚至突破了六百毫米 造成了很多地方都淹水了 或者是道路不通 那么孙安佐呢 他在四号的时候 恰巧他到了金山 去拍摄MV 他也很无奈 遇到了超大豪雨 同时他也拍下画面 PO到了社群网站上来分享 他说被困在金山 外面雨暴大 经纪人也还原了情况 说当下只能看到水面上的波纹 来判断是否还有路 当时水已经淹到了引擎盖以上 车子是可以有小动力 但是没有办法爬坡 还好有剧组回来相救 不然人跟车子就很容易被水冲走了 经纪人也强调了 大家眼中的妈宝孙安佐 在工作的时候马路变成河 妈宝谁会去拼命工作 而且淋雨呢 另外一头 基隆也受到了台风 豪雨的影响哦 很多地方出现了淹水 基隆市长谢国良他今天早上前往勘灾 他表示基隆的新峰街走山 这个道路严重受阻 他含出力拼礼拜一 要恢复双向同车 礼拜一之前一定要假天 我现在是希望说看看能不能在明天傍晚的时候 就可以恢复双向同车 不过最晚最晚的话我们就是礼拜一的凌晨 一定要把它完成 然后让礼拜一上班上课 都能够像过去还没有发生看到的一样 不过正常 所以我想这今天早上到这个明天下午的这个施工还是相当重要 对我今天特别过来看一下 市长有人说建议用钓车大使的这个挖土地的部分 在开挖股股股再可以快 跟中央这边请求是有点快一点 我们感谢中央国土署以及消防署 还有各个直辖市都已经现在或者陆续都将派人员跟集聚官 我想到底怎么开挖是最专业最有效的 我们还是教你专业来评论 那昨天在西北市有一种某些地方的情况 您是条满商店 那为什么这种某些地方是扭义的 我可以跟大家报告 我们这个是照吉北北陶 然后根据气象所给我们的一些数据 然后我们做一些依照数据的一个判断 并且基本上是基于一个共同生活权的形态 那如果气象以后的预报都会有比较大的落差 我想我们会做更审慎的考量 山陀台风王他这一回因为他的移动速度实在是太慢了 而且他的路径轨迫多变 也增加了预报的难度 那先前呢风雨比较小的北部是连放了两天的台风架 中央气象署也被批评到底是什么鬼预测 而且基隆在三号的时候也持续下大雨 好下大雨民众哀嚎反而没有台风架 气象署昨天回应了这个秋台的路径跟短时间剧烈降雨比较难以掌握 他们都有提供县市政府最新的资讯 这一回总共开了三次的连线会议 是开最多连线会议的台风 同时强调了气象呢只是放假决策的因素之一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晒乳我选KS皇家呵护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 因为它有媲美蓝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护我在阳光下延缓肌肤老化 维持青春弹力 可以防御工作环境里的3C商品 各种包园对肌肤的伤害 擦起来清爽不黏你 我特别喜欢它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养日常 你呢 呵护你 呵护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Royal Care 抗光清爽高防晒凝露